这个宜珍宇宇宇宙也是这个侯办发言人 那刚好我们有网友JC斗内进来 那我觉得宜珍可以视情况 看要不要回应 因为他的建议是说 国民党为什么放任民进党污蔑 国民党是贪腐政党 国民党要勇敢告诉年轻人 为自己藏经的政绩来辩护 让年轻人知道国民党的国民教育 让穷人子弟翻身 和平转型为民主国家 半导体创造的经济奇迹 全民健保一百多个国家的免签 高铁捷运有太多太多的政绩 国民党为什么都不敢说 给现在的年轻人听 不过宜珍宇宇要回答之前 我也要甚至请教 对因为现在赵康要跟大学生聊聊 怎么这么困难 好不好来看到 要跟大学生对谈 现在真的是困难重重 而且处处碰壁 比如说要不然就是借不到场地 校方婉拒 学生对立 所以我也不得不怀疑 到底有没有政治力 因为本来我昨天在节目现场 还在讲的是说 这个交大文化取消 清大延期本来是昨天 结果现在延期到26号 照常的是在今天这个东华大学 会在宫庙举办 结果没想到 妈 也取消了 好不好 因为这个 原本照常先生说 确定在外面 找了宫庙前的空地 但是听说现在 好像这个校内学生会反弹 就有为行政中令 所以他觉得好像 如果造成两派学生的激烈冲突 也造成为安的麻烦和负担 并非他的本意 大学受教育部管辖 而教育部不听民进党要听谁的呢 他说从看到教育部卡管就知道 但我到校园其实没这么可怕 我跟学生沟通一下有这么可怕吗 那昨天这个部分呢 其实亮哥也有特别提到 他说文化大学也拒绝 他说教大士公立大学 他还可以理解 在文化大学拒绝 他说会让我觉得难以想象 因为这个学校是私立的 连他们都怕成这个样子 说明民进党执政七年介入之身 好 那么目前帮你整理一下 清大有了 要延期到12月26号 台大政大还会继续照常举办 我先回应一下刚刚网友的问题 真的很感谢你的建议 其实我们最近的 像不管是新闻稿或是政策图卡 都发得很凶 那也许真的资讯太多 会淹没在一堆的资讯海里面 那所以也请网友如果有看到的话 就多多帮我们分享 多多帮我们广传 那再回到这个赵先生的部分 其实赵先生一抛出来说 他要到校园演讲 哇 那个邀请非常非常踊跃 他本来说大概四五间嘛 结果马上就是其实 远远超出这四五间 但是呢能够真的成立的 这个演讲却是 过程非常崎岖 刚刚千惠有帮我们这样分享 但毕竟大学真的是民进党管的 就像小美琴的国际问题 他的回应很妙哦 他回应是说 我这个身份证 以往的论述不够清楚 那相关的法律认定 已经说明 相关的国家机构也已经审核 但是内政部是民进党的内政部 中选会是民进党的中选会 教育部是民进党的教育部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学生座谈啊 这么曲折 大家就可以有一点想象空间 今天萧美琴倒是有一场到 政治大学与学生的座谈 他就顺顺利利 为什么是我们不够力吗 还是民进党真的很够力呢 那再回到刚刚宏廷提到的 这个青年这一块的确是我们非常努力的一块 大家也可以看到 前面大家在谈的这个美丽岛民调 20到29岁我们已经小赢 就是所谓的赖销配 那当然民调高高低低 大家可以参考 那所谓20到29岁 30到39岁 我们不仅呢前阵子提出了这个青年购物免投期款 这样的政策受到欢迎之外 今天早上也提出了像很多小学生的爸爸妈妈 我们以往提出了0到6岁国家养 有很多育儿政策啊 很多公托啊 公佑新北市做的最多 但是呢当你小学的家长们也就很烦恼 因为当你还没有下班的时候 你的小孩已经放学了 小孩何去何从 有的是留在学校 但是民进党执政之下 小孩能够留在学校的这个课后照顾班 你只涵盖了15%的学生 所以说小孩一下课 到底去哪里不知道 然后你每一个小孩 你平均虽然说我们小学是义务教育 学费很便宜 但是你要上这个课后照顾班 你平均一个学生一年就要花3万块 所以你敢再多生小孩吗 我可能一个月的薪水就是3万块 我多生一个小孩 我连课后照顾班都要再多花3万 所以今天侯友宜赵少康就提出了 6到12岁国家股 最常可以雇到晚上7点 当然你可以早点节 那这4到7点的时间是 就在那边乖乖写作业吗 没有哦你可以去校园跑跑 校园毕竟真的很安全吗 或者是你也可以多元学习 你可以学体育啊音乐啊 公司来合作 既不增加学校老师的负担 而且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基本上这最后5% 最后三十几天 真的我们真的要打中年轻人的心 提出更多年轻人的政策 好那这个是补充一下 愿意大儿狗洗拿斗内进来 他说宜珍你好 年轻人很在乎居住育儿问题 请侯伴后续加强相关的宣传 向社宅啊租物补贴全额带啊 育儿津贴幼儿园课后 课后班免费到7点 周围人对于这些政策讨论度很高 设宅政策当主打 最能够吸引年轻人 请善用置顶功能 跟短影片来宣传 好那说到了这个抢年轻票的部分 因为我昨天也特别在提 就是说你线下受阻 那线上无阻嘛 包括来看到这个上个星期 赵岛康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 巧欣直接在现场就建议他说 那你可以直接开放线上联播大会嘛 全台的学校都派代表 大学都来嘛 派两名代表 然后到现场持球对决 这样是不是比较快 所以我这边也是请教杨明 这件事情的话 对啊要不然就开线上嘛 那线上其实还有包括了 像是贺龙夜夜秀的部分 也拜托要赶快上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我记得 我自己主持过一场那种学生的 也是论坛活动 那是去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 然后也有邀各个各组候选人去 其实是媒体办的 但是他办在饭店 就是说像这样的形式 如果不在校园内 其实有很多种活那种方式可以做 只是说如果今天是学生团你来办 然后办在饭店 他没有那个经费 那该怎么处理 所以我说如果今天有企业愿意赞助 当然是最好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变通的方法 当然徐晓星用的这个所谓的 如果今天比如说假设啦 弄一个方式就是 就是说用线上做台 视讯嘛 视讯 或者说视讯 或者说几个同学 几个学生会的这个代表 他们就是用怎么样的方式 然后最后呢 用透过YouTube去直播 或者用透过网路 怎么样的播送 然后呢你还可以加入 去讨论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在科技上 我相信都可以解决啦 这个就不会有所谓的 什么进入校园不校园的问题 那你去想象就是说 如果啦 如果今天是民进党看到 比如说这个过去 像以前我的高中母校 只是这个洪秀柱的这个 那个当初那时候洪秀柱要选 好像党主席吧 那个车子开进这个学校里面 马上出来说 什么政治进入校园 所以现阶段老实说我觉得 赵浩康大哥去处理这个东西 也算是比较和缓的 也不要制造整个校园内的对立 那我觉得这是好事 就不要把本来应该是好的宣传的事情 变成说变成是好像惹出一团 这个让大家这个办的也不开心 然后呢参加的也有一肚子火 那当然你必须要讲 现在毕竟我们大家都讲行政总理 行政总理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叫执政优势 执政者永远都会有 那个我不用讲 我眼睛扎一下 你就知道下面的人该怎么做 这个很正常啊 所以现在这些大学 你说他们基本上 当然是目前也没有别的候选人进去 所以你赵浩康你要进去 你也别想 真的是别想 他们不是要进去 他们只是在外面借场地 或什么样的就是 对但是 我必须讲啦 同学们要办这样的活动 压力都很大的 对那不要让同学们去扛这个压力 对所以我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比较变通的方法 看是用什么方法 比如说或者 就上小新的直播啊 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进入到不同的平台 跟青年对话 如果今天没有演讲的机会 也许可以用 比如说像这个 有一些这个他们那个podcast的 不管是贺隆夜夜秀 或者说之前有一些 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啊 他们像之前我看那个宋楚瑜也去跟那个 那个叫什么百灵果 对啊 然后讲到他们主持人都受不了了 你不要再讲了 你不要再讲了 但是我说很多年轻人可能连赵赵康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见得有那个感受 他是用透过媒体去行受他的观感嘛 可是呢如果今天正式的去对 就是说面对面看到 或者说透过直接的对话方式 看到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特色的人 这也是过去 我想你说这种访谈性的这种节目 过去有一个很经典叫康熙来了 康熙来当初我记得连赞也去 对不对 很多政治任务也去上康熙来的 那很多年轻人对这些这个政治任务的 那个印象可能就是从这个来的 对 所以我说也不一定是 一定要透过校园演讲 也许有这样的节目的话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那我去看宏廷议员怎样补充是不是 关于这个年轻人可以用年轻人渠道 喜欢的渠道的方式来做变通 我刚刚一直在主张一件事情 就是说今年有非常多的人 是相信政党软替民主生化这件事 特别是年轻人 可是他们未必对所谓的侯尹 赵少康他是理解的 对 所以我坦白讲 我也不认为在这个时间点 进学校是好的选择 因为我相信我过去长期 也是在做所谓的这个校园的 这些这样的一个的联系 这些部分 我很能理解在这个时间点 或是在最近这几年 你要在校园里面被人家认为 你是相对亲近国民党的 那个压力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民党的人 我们自己也必须要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化解 就是说大家对我们的疑虑 跟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认识我们 所以我刚刚突然想到 五年前我大概看了一部美剧 叫House of Cards 就是紫牌屋嘛 紫牌屋第五季里面有一个 最经典的案例是 在打选战的过程当中 做了一个长时间的直播 而且是急问急答 就欢迎你来挑战 急问急答 在那个时间里面 整个形作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所有的看法 也就是说民众你要问我 问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倒认为就是说 当然坦白讲 这样子做的风险是蛮高的 说老实话 这样做的风险是蛮高 但我认为就是说 假设选举 说老实话 现在已经只剩30天 对 你去每一所学校 那叫点 对 你在过程中就是要限 但是你直接打 现在只有时间直接打面了 也就是说 其实都未必要什么贺龙夜夜秀 其实光用你自己 你自己的频道做直播 一开始人少没有关系 我年轻人是很喜欢这种 event driven 一窝蜂的 只要他觉得就说 好像蛮好玩的 或只要他觉得说 我好像真的可以直接问到 一个总统候选人 我对什么问题 那他可以直接给我一个答案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相信他马上这些人 就会蜂蜂而来 所以你看在那个剧里面 其实美国现在的选举 也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部分 你看川普到哪里的时候 基本上他也都是很公开的对话 当然他讲的尺度也蛮高 蛮宽的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 我认为就是 我们有必要让民众了解 最清楚的状况 所以对侯伟一对赵奥康来讲 我觉得现阶段很简单 让民众认识 特别是年轻的选民 对你们不熟悉的年轻选民 认识什么样是一个真正的你 而你要为这个国家 带来一些什么东西 最重要的几件事讲清楚 我觉得就能够说服 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因为很多年轻朋友 也真的知道 我们也不要把年轻朋友当做什么 好像他们每天都被 都在这个看不到一些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讯 大家都经历过疫情的这段时间 大家也都经历过高端 大家也都经历过疫苗 大家也经历过快筛 大家也经历过蛋 我不相信这些年轻人 他们会信任 现在这样的一个民党政府 只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要成为一个 比他们更好的选择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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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